手术台就是阵地 1939年春 齐慧战斗打响 气焰嚣张的日军 刚刚到齐慧镇 就挨了当头一瓣 被我军消灭了五百多人 敌人不断反扑 战斗非常激烈 我军的伤员陆续从火线上抬下来 在离火线不远的一座小庙里 白球恩大夫正在给伤员做手术 他已经两天两夜没休息了 眼球上布满了血丝 忽然几发炮弹落在小庙前的空地上 硝烟滚滚 弹片纷飞 小庙被烟雾淹没了 白球恩仍然镇定地站在手术台旁 他接过驻手递过来的镊子 敏捷地从伤员的腹枪里取出一块弹片 丢在盘子里 敌机不断地在上空吼叫 炮弹不断地在周围爆炸 使卫生部长匆匆赶来 对白球恩说 师长决定让您和一部分伤员离开这里 白球恩沉思了一会儿 说我同意撤走部分伤员 至于我个人 要和战士们在一起 不能离开 部长恳求说 白球恩同志 这儿危险 让您离开这里 是战斗形势的需要啊 白球恩说 谢谢师长的关心 可是手术台是医生的阵地 战士们没有离开他们的阵地 我怎么能离开自己的阵地呢 部长同志 请您转告师长 我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不是你们的客人 白球恩低下头 继续给伤员做手术 一连击缝炮弹 落在小庙的周围 庙的一角 落下了许多瓦片 挂在门口的布帘 烧着了 火苗向手术台扑过来 助手们赶忙把火扑灭 担架队 抬起做过手术的伤员 迅速向后方转移 白球恩仍然争分夺秒地给伤员做手术 做了一个又一个 齐慧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 胜利结束了 白球恩大夫在手术台旁连续工作了69个小时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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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丏 八市筋连续工作了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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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